就是要把它改成上一頁的動作 因為它有這個Event 你不能讓它跳離這個App 而是轉為上一頁 所以按下這個Back的話 其實這邊都有啦 順便就是讓大家知道這個訊息 底下會有一個Ctrl 放大縮小 如果字太大 字太小的話 你可以點它一下 這邊有一個Ctrl 就是那個放大縮小的部分 那這要怎麼做 大概Demo一下 讓大家知道這個Sample 首先的話 第一個這個Sample的名稱的話 我把它取名叫第15章 第15章叫Better Better比較好的WebView 裡面的話可以讓這個WebView 感覺更Friendly 那裡面要做哪些事 首先的話 我們View部分我們先來看一下 介面部分的設計 第一個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的話我的佈局 基本上應該是這個 這裡面的話有哪一些 打開一下 基本上佈局非常簡單 就很單純的 剛剛只有看到 上方就一個View 那這個View的話也是Relative 其實就一個View而已 其他都沒有 那View的名稱 我們這邊取名叫做WV 就小寫OK 那這邊的話大概是這樣 這個是介面部分 那這個 Manifest裡面的話 基本上也只有一個權限 就是Internet的權限 其他好像都沒改 都一樣 那看你要不要再加一行 可能就安全螢幕那部分 不過如果你把那上面的 那個Title部分拿掉的話 我們試試看 看那個 有沒有那個 就是進度的那個Pulse 那個會不會就不出現了 OK那第二個 第三個的話呢 程式部分的話 該怎麼建立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請各位先建立一個BetterWebView 裡面的話一樣就 擺一個那個 一個WebView就可以了 那用那個RelativeLayout或者其他都可以 那看在Internet的權限也開起來 等一下再來看程式部分 噢